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今天前往新竹 跟同黨選將沈慧紅合體 就遭到臺北市長柯文哲諷刺 是選情很穩 所以到處跑嗎 陳時中強調民進黨是一個團結的政黨 一定會讓臺灣變得更好 沈慧紅則是反三藍白兩黨 眼中只有政治利益的交換 特地南下新竹 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合體同黨選將沈慧紅 要來個新竹台北搶搶聯手 看到阿中住戶們打開創門急著揮手 可見陳時中的人氣在新竹也是搶搶棍 但他卻被客問折算 難道是選情很穩才會到處跑嗎 民進黨是一個團結的政黨 團結就力量大 一定會讓臺灣變得更好 民進黨從過往的 不論是放出所謂藍白河 或者是挺黑金 以自己的政治利益去交換 跟其他政黨沒來遠去 沒有自己的政治價值 兩人一口同聲反槍藍白兩黨 眼中只有政治利益 而就地重游的陳時中 也分享了跟沈慧紅的淵源 對沈慧紅大力稱讚 而不只陳時中同一天來新竹加持的大咖還有他 某個企業家說民主不能當飯吃 可是沒有民主的飯很難吃 開頭就來個金句聯發 聯電創辦人曹新成受邀到新竹市演講 民進黨包括柯建民 林志堅 沈慧紅 通通到場相提 全場作無徐席 選戰倒數民進黨再打抗中派 不僅訴求團結 更要台北新竹連線呼籲返鄉 讓選票極大化 記得綜合報導